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8年已经过去一大半了 可以说7月的第一个工作日 其实在周末我就留意到一个现象 因为燃油税已经开始生效了 开始起征了 周末的时候很多人就在1号凌晨之前去排队加油 很多在晚上是空的加油站 在那天晚上居然排起了队 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因为大家都有预期 知道7月1号要调油价了 所以都会去想办法 主要方便都去给它加满油 事实上我也给它加满了 因为正好是路过加油站 这个点还可以 我觉得大家都知道 人油税增加之后 肯定会增加成本 那么对一些比较富有的家庭来说 他们可能不太在乎这个东西 但是对很多家庭来说还会考虑 还会考虑是否要减少一点 比如说以前有的人可能加 我们叫Premium 现在一看油比较贵了 又降回到91号汽油了 91号汽油算是便宜一点嘛 我们叫Regular的91号 所以整个的这个肯定给在心理上 会有这种压力 对 那么这样等于就会给其他的行业 行业跟汽油相关的 比如说需要运输的对吧 运输的这些显然就会有增加成本 所以我们想呢 就是因为这个汽油的 汽油这个价格提高之后呢 会给其他行业可能产品 带来这个连带的效应 就是都会往上走一些 所以这个呢 我们是觉得是非常不妥的 而且呢是现在是奥克兰 是地区 只是奥克兰地区对吧 对 但是呢在全国现在有14个地区 已经排得对了 对 说我们也要加 因为等于是 对因为是奥克兰起了一个示范的 对呀 那因为地方政府这样的嘛 说呢 地方政府需要钱 那么要不就是叫递税 老百姓就提高递税 提高递税呢 老百姓不高兴 对吧 有政治风险 那么呢 我加燃油税 这一点好像相对来说呢 就等于是这个 不是那么明显了 对吧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呢 从地方政府来说 他们希望有这笔钱 嗯 可是呢 这个呢 应该说是 给地方政府开了一个 不是好 不好的先例 就是呢 本来是说 像奥克兰市政府 本来你是应该可以 好好的使用你的钱 现在 奥克兰市政府 这个浪费太大 嗯 就是工资啊 就不得了 工资是八九个亿的工资 然后呢 就是你的交的税很多 就是这么用掉了 嗯 然后规划上面 也是没有 我们认为 已经没有 没有规划好 就说你好好 要省这笔钱 实际上是可以 不用让老百姓 多交这个燃油税的 但不管怎么说 这就是目前这个现状 燃油税增加了 然后呢 过几个月呢 可能这个政府呢 还有中央政府 还要再增加燃油税 全国性的燃油税 嗯 但是呢 这个他们都希望有这个机会 嗯 然后再将中央政府 再加点税 这整个燃油税就起来了 起来之后呢 肯定会给各行各业 带来一些冲击 我想那些 这个路途比较遥远的人呢 可能这个上班的时候 那多花点钱 嗯 我们算过大概 大概每个家庭 肯定都要15块钱 每样车外就在你一年 每个星期 要加 要多加15块钱 嗯 低收入家庭 尤其对低收入家庭来说 这15块钱 是不少钱的 嗯 所以我们认为 这个中央政府在这方面 我们认为做的不对的 所以我们说国家党说 以后如果我们执政的话 我们会取消这个地区燃油税 嗯 好的 那么刚才您说到这个 是因为这个奥克兰市政府 这个花钱不善 导致了这个非要开中燃油税 嗯 那么这个公务员的工资 已经是很高了 但是呢 最近关于这个公务员 在罢工的消息也是不断 对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状况呢 对 中央政府 嗯 税务部门 叫MB 就是经济发展这个部门 大概有4000个员工 他们要罢工 已经决定了 要罢工 嗯 然后呢 还有呢 这个是老师那部分 现在还在讨论 那么中央政府这个部门呢 实现员工员工呢 也是 为什么这些人都想来罢工呢 嗯 就是呢 因为工党政府 他跟那个工会关系一直是很好的 嗯 对吧 然后呢 然后呢 又同时在竞选期间呢 他做了很多承诺 嗯 说这个要要老百姓是要增加工资啦 什么 然后最低工资要大幅提升啦 讲了很多东西 嗯 那现在他们就觉得 哎 你这样子你执政了 你应该给我增加工资 要对线 还要增加快一点 不能增一点点 比如说这个老师 嗯 老师说你要老师和校长 他说你要给我增加百分之十六 他说百分之十六 他说他负担不了啊 对吧 他才真有限啊 我给你少一点 少一点不行 也要增加那么快 要高也要多 这样他们说你不行不行 我们罢工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 他们不懂就罢工了 对啊 这就是因为什么 因为中央政府 他对工会 他一直是妥协的 就让大家预期提高了 然后呢 也没什么好害怕的了 对吧 所以大罢工浪潮就越来越厉害了 所以呢 过去这九个月 他的罢工的人数到了三万二 这还没包括 还没包括 大概有这个四万九千的老师 即将要罢工的 四万九千名老师 他在考虑是否要罢工 嗯 现在已经三万二 我们国家党 这正九年才两万七 九年跟九个月 两万七的人参与罢工 他九个月三万二的人参与罢工 这还不包括 还不包括老师 四万九 全国性的 不得了 那个四万九 这个老师要来参与这个准备 要参与罢工 还没有决定就是了 嗯 所以呢 这一下呢 就是你想想看 这个全国性的 大家都听到 这个罢工 这个罢工 很多罢工 对 这给企业带来了很多这种压力 对吧 感觉动荡不安 动荡不安 对啊 老百姓感动荡不安 那么你如果你出车事 有路过巴士司机啊 火车司机啊 等等这些都会算 最要命的是医院 还有医院 对了 还有医院 护士啊 这些 这些都是给大家带了一些不方便 嗯 所以整个感觉就是社会比较动荡 嗯 这就是我们认为就是中央政府 也就是现在的工党和运营党政府呢 它在处理这个劳资关系上 它是有失误的 我认为 我们认为就是它没有很好的把握好 这个道理是你能做什么 你能你能你能给他们什么东西 你不要过多的承诺 你过了承诺之后 你给不了他们就有意见 嗯嗯嗯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各种罢工 其实影响最大的可能是医院 因为真的是人命关天的时候 嗯 然后呢 最近我了解到呢 工党在一些这个医疗卫生方面的 细则方面也有一些调整 是不是 对 它是这样的 呃 就是呢 我们在执政期间呢 给医疗卫生系统一些目标 嗯 就是咱们指标性的东西 嗯 就是呢 比如说 呃 95%的在急诊室的病人 嗯 从他进来 到接收 到他 呃 看病完之后回去 这总共期间不能超过6个小时 嗯 啊 这是这是这是强行的 嗯 有个指标95% 95% 这是一个 然后说 呃 癌症病人 从他老从他从医生处 转转到这个医院 嗯 对吧 那么总共你要接受治疗呢 不能超过两个月 就62天 60人 就要保证这个速度要快 对 60人之内你必须给他治疗 嗯 因为时间长了不就越危险嘛 嗯 对吧 还有呢 接种疫苗 对吧 我们要求到大概是95% 95%的 8个月的孩子 接受那个主要的疫苗 8个月的 大的 必须要有这种疫苗接种 嗯 这种这些这指标性的东西 嗯 那么呢 我们就每年就统计 嗯 你达没达到指标 这就考核你 对吧 现在现在政府说 全部取消 这些小目标 这些这些这些指标都不要了 都不要了 就因为说你没法考核他嘛 对吧 你没有指标性的东西 你没 你知道我们做的很好 你怎么做 你怎么这么做的很好呢 你没有百分比 你没有来 没有 没有这个这个指标性的东西 没有数据了 你没有办法去去去这个 那么在国家党执政之前 在国家党008年底执政之前 上一级共党政府 他托了不少钱在医疗卫生上面 增加了 对吧 哎 结果呢 结果是排队人数增加 还有还有得癌症的人呢 被送到澳大利亚去 为什么呢 因为他就没有考核 他没有这种任务 给这些医疗部门 所以效率降低了 嗯 但没有压力啊 效率降低了 所以花了钱 效率降低 病人没做得很好的服务 嗯 这样等于是呢 就我们认为是非常不对的 那么现在这个工厂政府 他之后取消他 就是给自己解除一些压力 他不希望有这个指标 站在那地方 然后呢 让他让别人可以盯着他的指标 说啊你百分之百分之九几 百分之九几 没达到 然后呢 你这个工作没完成 对吧 他不想做这个东西 他说我就没有这个指标 我到时候年底的时候 我就说做得很好 这就 你说怎么做 谁来恨你 做得很好 对不对 没有人很凉 因为你没指标 所以呢 这就是他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像医疗那个急诊室那个 我们百分之九十五 需要在六小时之内 从路 从路 路诊到这个 出去到这个离院 百分之九十五 或者说 或者住院 总算是百分之九十五 那么呢 我们是一年 一年等于 拯救了七百条生命 因为有七百个人 因为急诊 对 你说很对 七百个人因为我们急诊了 及时的整治了 所以呢 他们就得到这个生命得到拯救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这个 认为这个这个指标性的东西是很重要的 对 那么呢 只有通过指标性的东西呢 我们才可以年底的时候才可以来衡量 你做得好坏 它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在这里 目前这个政府呢 就是缺少这种自信 觉得可能做不到 也不希望成为太多责任 说起来说 增加钱 增加投入 可事实上呢 医疗效果 它并不一定有好处 就是呢 它没有去真正的去管理这个医疗团队 让他们有这个压力 去 我们叫去perform 去真正的去提高效率 表现更好一些 这也是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些这个中央政府这届政府本身在这方面都是在这个退缩 再加上那个QE Build 对吧 就是那个新型的建造 我们上星期就知道了 说这个建筑工人 这已经还有劳工可以放松了 其实这一点是好的 好事情对吧 但是问题是什么 它在我们制裁期间 它实际打我们 说你看看 把房子卖给外国人 意思是外国投资 给钱 然后呢 这个引进外国劳工 你把冲击本地市场等等 他实际骂我们 曾经还说过这个引进海外劳工会引起本地的这个新西兰人失业 对呀 这他当时他是这么讲的呀 可是到现在执政之后呢 怎么说的呢 他现在怎么做的呢 QE Build 新西兰制造 对吧 他说可以卖个外国人 可以用外国资金 可以用外国人这个这个叫叫预制的房 对吧 现在还说可以用外国的劳工 这整个的 把它原来的东西全退翻掉了 我们不反我们不反对 只是说呢 他当时的竞选期间说的话 跟他现在跟他现在做的事情是违反反过来的 所以我说他很虚伪 竞选的时候呢是为了拉票 为了拉选票 主要是拉优先党那种选票 那些人对移民啊 对海外投资啊 有意见那些人 拉这些人的票 等到他执政之后呢 全部给推翻掉 这也是一个 我们知道他没有对象的竞选承诺 当然我们是支持这个海外投资 支持这个海外劳工 我们认为自己需要这些劳工 因为要不然 要不然你没有办法建造这种房子 市场不够嘛 对吧 所以呢 所以他当他叫KiwiBuild 你看叫新西兰建造 他市场就打这个牌 就是牌外 新西兰建造牌外 但现在呢 他的新西兰建造 已经不在新西兰建造了 他整个就是海外建造了 因为他整个的因素都在里面 海外因素都在里面 从这个海外市场 可以卖个外国人 对吧 到海外资金 到海外的工人 到海外的材料 这实际上全是在 可以在海外来做的 那现在整个你还叫KiwiBuild 所以这个是很讽刺的一个东西 对 但不管怎么说吧 就是呢 这个政府现在整个来说呢 这政策呢 是来回的变化 看不出他一条明确的 一个明细的这种 一个思路出来 所以呢 我们只能说是 再看看 再看看 然后呢说 我们希望这个整个的 经济往好方向发展 但是因为有很多不确定性 罢空是很大的因素 新型指数 双业新型指数 还在掉 对吧 上桌又掉 对 可以说这不停的掉 但他一直说 没中心 没关系 这不准确 这都是 都是这个 我们说都是这个 自欺欺人的 所以我们相信呢 如果这个政府 目前不再改变 他的一些做法的话呢 新型指数 开始继续下降掉 那时间长了之后 自然的经济就整个就 就放缓下来了 现在已经有迹象表面 它已经放缓了 对吧 已经没有动力了 就是我们说 开车开到空档了 空档就等于 让它滑行了 失去动力 没有动力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 很大一个 我们一个隐患 很大的问题 说不定他们还是正在改变呢 比如说这个QEB的项目 就是全面开放的话 对 也是一个好的消息 对呀 这个本身 我们说这个是本身没有错 就是说他这种工档 就是在竞选期间说的话 跟现做的事情 是两码事儿 竞选承诺 它没有兑现它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杨健博士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为我们带来这么多精彩的内容 呼吁大家继续关注 每周一晚上 8点15分的杨健博士谈时政 感谢大家关注 再会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